各位兄弟姐妹,我又再和大家見面 今天我們是分享《芙拉集錄》的成績 首先有些基本背景大家要知道的 第一點就是巴達尼哈發生事件這個地方 其實是來耶路撒冷很近,大約三公里東面的一個少村莊 然後我其實是在我的原稿有21個分析 關於一個神職有一點,不過時間所限 大概會講十多點 首先是順序地下 首先我們看看第四節 當人們對耶穌說《拉集錄》的問題的時候 耶穌就說是病不至於死 大家不要誤會,耶穌在這裏所說的是 他不知道《拉集錄》將會死 只不過他用這番的說話是想告訴門徒 只要他在這裏就算死了 其實《拉集錄》都會再活過了 而整件事件是想光榮天主的 去到第五節 很簡單的形容 就說 耶穌掃愛馬爾大及他的妹妹和拉集錄 這個簡單來說讓他們知道 耶穌和他們三姐弟是好朋友來的 對我們有什麼啟示呢? 我相信拉集錄可以復活 和耶穌和耶穌的好朋友關係是有直接的關聯的 即是說 如果我們好像拉集錄那樣是耶穌的好朋友的話 我相信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們都會好像拉集錄那樣 得到耶穌的很神奇的幫助 好 好了 去到第六節 第六節是這樣說的 當他聽說拉集錄病了 仍在原地逗留了兩天 大家覺得不奇怪嗎? 如果好朋友知道對方病得很嚴重的話 可能會死的話 還會不會那麼他條呢? 正常不會的 耶穌為何這樣做呢? 其實是一個什麼? 他有心的安排 簡單來說 他是有心想拉集錄死一死 為什麼呢? 因為藉著拉到死的話 天主就得到光榮 因為他知道 他絕對可以把拉集錄 從這個死亡困境裡面 活過來 更加重要的是 給他門徒 給其他人 都看到天主的大能 天主的光榮 又或者這裡 我們會看到一個 很重要的提醒 就是說 如果 以常理來說 耶穌去到這個 不帶來 拉集已經死了 你也沒用 因為 耶穌還沒復活拉集以前 其他人 是不知道耶穌這樣做 也未必知道他有這個能力 所以整件事件 其實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教訓 在這裡提出 就是說 有時有些不幸的事 在他身上發生 甚至不幸的 我覺得 哎 沒有了 但是 只要有耶穌在身邊的話 不幸的事 絕境的事 都可以變成一件祝福的事 或者大家如果熟悉的話 這個有些 有點像是 小多蘭的神修 在我們的痛苦裡 其實 有可能是一種化妝的祝福 好 接著我們跳到第十六節看看 這裡這一節其實是有趣的 就是說 說多脈的一番說話 在這裡 在這裡 多脈 跟其他同伴說 我們也去 跟他一起死吧 其實 顯示出他們是怎樣 其實多脈當時說這番說話 好像伯多六曾經說過的類似的話 他認為自己在危難的時候 不會背棄耶穌 不過 他這樣說的時候 是不認識自己人性的軟弱 事實上 我們不要笑多脈這種衝動 看回我們自己的一生 我想我們很多時候都好像多脈一樣 是怎樣 以為自己可以做到一個好的基督徒 但是 其實 我們很多時候 在這個軟弱底下 是做不到的 去到十七節 這裡就告訴他 我們知道 拉雜洛在墳墓已經四天 這個聚述 其實很明顯是一個暗示 是怎樣 拉雜洛 是甚麼 真的死了 而 呼應的一句說 在39節 在39節 馬爾大也說 類似的說話 主已經臭了 因為已有四天了 由十七節和39節的描述 我們很清楚看到 拉雜洛 是真真正正死了 不會是一些 有些人說 他可能 以為他死 但是 這個馬爾大的反應 應該是很肯定的了 其實 在墳墓四天 有些神學家 指出 四天之後被復活 其實是 帶出一個寓意 救恩帶來了生命 好 到22節 這句是一句很出名的說話 就是馬爾大說 就是現在 我也知道 你無論向天主求甚麼 你是指耶穌 天主必要賜給你 看說話內容 我們會看到 馬爾大對耶穌是甚麼 非常之有信德 更加重要的就是 他對耶穌的信德 令到他 只是將他的傷心告訴耶穌 但是他沒有要求耶穌 根據他的意向採取甚麼行動 對我們來說 這是我們一些困境裡需要學的態度 是甚麼意思 很多時候我們家人有病 我們通常的反應是怎樣 就是求神拜佛 最好耶穌跟天主說 你盡快醫好他 盡快令他健康 我們不會像馬爾大一樣 是怎樣 將不開心中困難告訴耶穌 但是怎樣 對耶穌有信心度就是怎樣 不會提出要求 因為他知道 他喜歡不講任何的要求 耶穌採取的行動一定是甚麼 是最好的 為他最有益的 為他死了的 都是最有益的 這一點是值得我們去留意和學習的 好了我們去到二十七節 這句又是另一句名句 就是馬爾大講的 是的主 我相信你是墨西亞天主子 要來到世界上的那一位 他這句說話很清楚 表示出他對耶穌的信得非常非常之大 大家如果是留意一下 他這番說話和路加福音的所記載下 十章三十八四十二節 耶穌好像探望他們 這個馬爾大就探望著準備食物 甚至投訴 為什麼他的妹妹不幫忙 今天他講這番說話 從當日他投訴他的妹妹 馬尼亞的那個馬爾大 其實真的好像脫胎換骨 有甚麼是脫胎換骨 就是他已經經過耶穌點醒之後 就改變了 有一個聚焦現實生活問題的人 當年他忙於準備食物 現在他變成了聚焦於天主的人 因為聚焦於天主 所以他對耶穌才是一個深入的認識 竟然稱耶穌就是墨西亞天主子 這句說話不簡單 法多禄講過 而當時法多禄講完之後 耶穌就掌眼他是甚麼 這番說話是出自聖神的方照 好 接著我們就問回自己 我們會不會像今天事件的馬爾大 我們是相信耶穌是墨西亞天主子 我們是已經改變過 好像馬爾大改變過 已經不是聚焦於生活的需要 而是聚焦於甚麼 認識天主 而因為這份認識 是確信耶穌就是天主子 救世主 是墨西亞 我們再看下一節 就是三十二節 三十二節是這樣寫的 主若是你再借女 我的兄弟決不會死 這句說話是馬尼亞講的 你會看到馬尼亞和馬爾大 雖然都是講同一句說話 但他所表達的心情是非常之不同 他其實在這裡有些表達失望 你來了就好 早點 現在死了有鬼用嗎 這樣 他的沒有信德表現 其實也值得我們問問自己 我們會不會都是有時候 像他那樣呢 好 接著有一句是很巧妙的 是三十三節 那這裡呢 就是說 福音作者若望 就形容耶穌 看到馬爾大和在場的猶太人在這裡哭 耶穌的反應是怎樣 這個是若望 變心神感傷 難過喜來 我們一般人就說很正常 大家不捨得這個拉集錄 傷心難過 心神感傷 難過喜來 是有兩個意思 一個就是 我看《聖經術英文》 一個意思是trouble 就是煩惱 難過 感傷 另外一個 我們猜不到就是 anger 所謂的 憤怒 那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 《施高聖經》 講得很好 在這一節那裡解釋 耶穌的感傷難過 當然是為了同情 馬爾大和馬利亞兩姐妹的悲傷 亦都是因為我們去過殯儀館 很多時候觸境傷情 會想到死亡大被人的那種 難捨難離 傷感 耶穌的心神感傷也包括他自己 預知自己將會要受苦的一件事 更加特別的 就是我剛才提到的 字的兩個意思 trouble 和anger 原來 耶穌之所以是有些憤怒 因為他都遇見在場的很多猶太人 他們是固執地 看到他復活死人也好 是對耶穌沒有信德 而因為他們這種對耶穌沒有信德 甚至是後來謀害他 這些人最終會是甚麼 喪亡和受到懲罰 耶穌為他們不幸 既憤怒又難過 因為這份複雜的心情 其實我們要學習 就是說 如果見到一些人害自己 通常只有一個生意 不過耶穌這一種所謂 既憤怒又難過 其實就是他在福音另外的神跡裡 都有類似的表現 他憤怒人的罪惡 但是同情人的甚麼 可憐 因為犯罪而得到的懲罰 這種可憐 我們這份同情心 好像耶穌那樣 應該蓋過我們對人的 那種不知錯的 那種令我們不高興的地方 好 接著去到三十五節 這裏提到一個很簡單的人性反應 耶穌因爲拉什伯的死而是哭譽 那當然 他這種哭譽很代表著 一個朋友不捨得見到其他朋友的離世 原來這個形容很重要 也帶出了一個證據 耶穌是一個百分之百的人 他人性的表現 他雖然是天主 但對於朋友的離世 是真的傷心的 對於第三十九節 我剛才已經提過這句說話 就是馬爾大講 耶穌叫人移開墓石的時候 馬爾大即時反應 主已經臭了 因爲已有四天了 那由他 這番說話 其實他不明白耶穌下 和他對話裏面所說 我就是復活 我就是生命下 那番說話 信從居然是將會永遠不死的 由他這種表現 只是看到現實 死了四天 已經臭了 真的 他不是對耶穌沒有信心 不過他只是被現實 是什麼 重重地壓住 看不到什麼 一個什麼 一個新的可能性 這個新的可能性是怎樣 原來不可能的事 因爲耶穌的意願 是會發生的 祂的弟弟 是可以被復活過來的 在我們生活裏面 我們都應該要 提醒自己 不要遇到一個很大困境的時候 就跟天主說 沒得救了 已經是這樣的了 有天主在 幾困難的事 已經幾定事實的事 都可能會變成什麼 是一個新的希望 新的出路 新的祝福 好了 到了 四十一、四十二節 我們看到 耶穌在復活 拉祖之前 是做了一些舉動 是什麼舉動 特地在群眾的面前 大聲地向天主祈禱 向天父祈禱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 他想人知道 復活拉祖祿 其實是什麼 是他父 派他來這個世界 作為救世主的 這個 角色的扮演 他復活拉祖祿 不是去光榮自己 而是光榮這個 給他能力復活拉祖祿的主 這個父 如果大家 有些印象的話 在這個網福音 耶穌曾經 說過 距離這個世界的目的 有沒有人知道 耶穌是 親口說過什麼 距離世界的什麼目的 就是作父的事業 意思就是說 他 人生的一切一切 無論做任何事都好 都不是為了自己 為了自己的成就 為了別人的讚賞 而去做的 而是為了天主去做 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反思 我們可能 在聖堂做很多義務服務 做很多的主席 或者是其他的角色 不過 我們會不會在做的時候 都挺有私心的呢 我意思就是說 我心裡也希望 我做得好 來讚我 我相信大家 如果今天 聽完這個四十一、四十二節 耶穌的表現的時候 我們應該改變一下自己的心態 我們做任何事 都怎樣 不要為了自己而做 一切的事都是為了光榮天主而做 只要有一個純正的心的話 一切的事都變得更加有意義 亦我絕對會想更加受到祝福 好了 A的一部分 這個背景為教訓 我現在基本上講完了 我們進入B的部分 麻煩第二幅畫面 剛才的奇蹟帶來了很多很重要的教訓 不過更加重要的問題就是 這個奇蹟是否可信呢 我第一個答案就是 我們從這個藐述去看 複音的藐述 第十一章這個描述去看 我自己在準備的時候 愈看得多幾次 就愈發覺 布拉圖這件事 沒有可能會是作出來的 即是虛構的 因為整個事件的描述 是什麼呢 很細緻 很前呼後應 很緊密 即是除非是真的發生了 如果不是的話 沒有理由即是靠老作 可以作到一個 情節是這麼密不透風的 就以我舉例幾點來說 其實 這個一定是一個復活的奇蹟 為什麼呢 因為耶穌是什麼 開始去伯達尼之前 即是十一節 到十三節的時候 耶穌出發之前就說 拉圖睡著了 那些門徒 就以為耶穌真的說他睡著 不明白耶穌是暗示 拉圖已經死了 即是說耶穌 就算未起程 去伯達尼 已經知道拉圖略死了 去到的時候 他真的死了 現場的情況 我們相信是什麼 他真的死了是什麼 到了 貪門家中的時候 那裡已經有許多人在哭喪 你會貪得意嗎 如果那些人不知道他真的死了 怎麼會哭到長天呢 大家例是去中國人說 還有 人性的反應 馬爾達見耶穌的時候 第一個說話 是說什麼 主你再借裡 我的兄弟決不會死 即是他很肯定 自己的弟弟是死了 跟著馬尼亞 見到耶穌又是說類似的說話 主若是你再借裡 我的兄弟決不會死 一而再而三 這個拉圖略的死 是被確認了 在這個描述裡面 還有 我們再看看事件發生的話 就是說 說完那個兄弟死了 馬尼亞跟著便哭起來 其他在場的人也同哭起來 最後耶穌甚至也傷感地哭起來 那證明是怎樣 如果真的不是死了的話 真的做戲嗎 他們每個人都喊得那麼傷心的話 這個是一個很人性的證據證明 拉圖略真的死了 他們已經是怎樣 好像一般人的反應 死了已經是怎樣 很傷心欲絕 唯一的反應就是 只懂得哭 然後當耶穌叫人把墓石移開的時候 還沒移開之前 我剛才也提過 馬尼亞的即時反應就是 他剛才已經死了四天 可能已經發臭了 那又再一次 那又再一次呢 是 在描述裡面 很清楚這個死的肯定性 跟著很奇怪 令他覺得很神奇就是怎樣 這個死了拉圖略 竟然在墓墓走出來 他走出來是怎樣走出來的 我覺得是怎樣 是 都是一個證據 證明他真的死了的證據 為什麼呢 因為他走出來的時候 是整個身體的臉部 都好像被 那些果施布那樣包住 那就是說 如果他真的沒有死的話 必須有人這麼有空 就是怎樣 幫他五花大綁呢 很簡單來說 我是透過福音 的本身描述 是想指出 拉圖略的死 從人性 從現場 從環境證供 是絕對可信的 而他 死了又跳出來 這樣復活呢 也是怎樣 無可否認 因為在第十二章 後來 就是因為 耶穌會拉圖略 是引致了一個 殺基 那些祭司長 就說太多人 被這件事吸引著 耶穌不能再留在世上 連拉圖略 這個生枝牌 他們也想殺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十二節 這一部份的描述 好跟著 我們B1講完 去B2 其實 你說 寫得這麼生動 所以 復活是真實的 不過 好像 證據還不太夠 是真實的 我想和大家 用以下五個角度 去分析一下 這些詳細的 講稿 我稍後會放上我的 Facebook 大家可以詳細看 我會覺得 我們可以用五個的 角度去證明 聖經 耶穌會拉圖略 這件事是可信的 為什麼呢 寶會拉圖略 給我們一個最重要的訊息 就是耶穌不是一個普通的人 他是什麼 墨西亞天主子 是嗎 那麼耶穌在這個天主子的身份下 不是他 復活拉圖略 這件事 是給我們最大的證明 而是什麼 他自己 都從死中復活 我們怎麼可以肯定耶穌 真的從死中復活呢 那是怎樣 要多得我們的什麼 初期教會的中途 大家如果有些印象的話 在中途大事六項 當聖神降臨之後 百多禄第一次的 講道的內容 就是講耶穌的什麼 苦難、死亡、復活和升天 這個一連串的事件 他們說他們是這些事件的見證人 那你說他們在這裡講話而已 他們可能出了一些個人的原因 會不會 這種的講法 這種懷疑是不成立的 因為當中途孫講耶穌的 苦難、死亡、復活、升天之後 之後呢 得到的 後果是什麼 沒有任何好處 而是怎樣 受到那些制私下 嚴厲的迫害我 嚴厲的威脅 因為沒有人這麼蠢 去作一些故事 去怎樣 去 惹到自己周身矮 好 你說中途講話而已 他們不怕死而已 不過 更加令我們覺得 耶穌的死而復活升天 是絕對真實的 就是什麼 這個殉道的見證 在中途大事録很早的七章 就記載了斯特望的殉道 十二章 就記載了瓦各伯的殉道 由初期 跟著呢 如果我們認識少少的 教會歷史的話 初期教會經過三百年的迫害 殉道的人呢 簡直是什麼 二千二萬計 我們應該問一個 歷史的分析 就是說 如果這班人 為了一個 他們不肯定的信仰 而不怕死的話 這個不是一個正常的人 的反應 也不合邏輯的 所以 由中途的宣講 由殉道的見證 我們會絕對相信什麼 這個 耶穌的死亡復活 升天下是真實的 既然耶穌 他真是 這個 墨西亞天主子的話 所以 因為他死亡復活會升天 有見證人 所以 這個拉扎的部份 也是可信的 還有 這些都很久之前的事 近一點的證明有沒有 其實當然有 不單止耶穌 死亡復活升天 有一個我們很熟悉的 他也是什麼 是聖母媽媽的 是聖母媽媽 我們怎麼知道聖母真是升天 教會的奮動是這麼說 除了是這樣之外 更加令到我們知道聖母是升天的原因 就是什麼 它是什麼 不斷在我們的人類歷史之中顯現 最為人 熟悉 最大的聖母顯現的兩件事 就是什麼 花地馬和路德的顯現 在這裡 我想呼籲一下 如果大家還沒有詳細去認識 這兩個顯現的事跡的話 真的要花點時間去看一下書 看一下電影關於這兩個事跡的顯現 不要只知道大綱 很多細節是真的 令我們看到熱血佛騰的 好 接著大家會說 聖母顯現這兩個都是比較久 例如近一點的 花地馬都是1917年 都整百年之前 一百零幾年 但我們其實 如果再熟悉的話 我們相信 聖經中的奇蹟是真的 是因為什麼 聖經中的奇蹟 耶穌的復活 不單止當年有證據 而且是什麼 直到今天 我們也有很多其他的證據下 我們叫旁證 即是其他的證據下 去證明到 我想問一下大家 聽過聖人 這個名詞沒有 一定聽過 你知不知道有什麼人可以做聖人 其實有很多事情 不過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就是聖人 他們之所以被稱為聖人 是因為教會 想告訴他們 這些已經去世的人 已經在天主身邊生活 他們已經在天上了 即是說 他們已經跨越了死亡 他們已經在天上了 如果真的人在天上了 是有證明到的 所以 相信耶穌的復活升天 相信聖母下的升天 是更可信 因為這些是我們身邊發生的事情 就是我 聖人 現在直接說 很關鍵的一點 聖人之所以被稱為聖人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封聖的條件就是 要有兩個奇蹟 跟他們有關 我想說什麼 如果今天在他們身邊 就是 奇蹟 透過聖人 還不斷出現的話 即是 聖人活在天上 在天堂生活著 受到天主的光榮 是可信 因為什麼? 他們令到一些奇蹟發生了 如果想知道這些奇蹟的內容 介紹電影 大家可以看看 《The Latest》 關於 《加爾國特》 印度的聖德蘭修女 的一生 一開始就說一下 和他有關的一個奇蹟 一個垂死病人 向他祈禱之後 突然之間 那個男性是完全消失的 既然聖人的奇蹟是告訴我們 聖母在天上 耶穌真是死而復活 升天了 耶穌真是救世主 所以 拉進的復活 都是怎樣? 自然是可信的 好了 我以為大家會說 聖德蘭修女的奇蹟 好像也遠了一點 很近的話 請大家看看 這個 Youtube 關於這個小聖人 他16歲就死了 他叫卡路 上一次我的分享 也有提到他的 大家可以在網上 打卡路的名字 可以找到他的 一些資料 最特別的是 他是 死了16年之後 被挖出來的時候 是整個人 一點都沒有腐化 好像剛剛睡著了的 樣子 我們在這個 有關他的 介紹一些資料 看到這些很驚人的圖片 好 講到這裡 我們就 已經確立了一件事 復活拉集六 這個奇蹟是可信的 好 接著我們再去 第C的部分 是 9集六 的復活 其實導致我們探討一下 幾個問題 就是 死亡 復活和升天 這三個互相環環相扣的東西 其實 亦都是 我們 每一個人 都應該是 有一個清晰答案給自己的 一個題目 大家 不知道大家聽過 這些很有智慧的說話嗎 未知死 煙之生 我沒有記錯 一個是莊子說的 一個是儒家 應該是 忘記了哪一個 另外一個說法 就是 未知生 煙之死 究竟 從生去瞭解死 因為從死去瞭解生 是 正確一點 我不是大哲學家 我給不到 一個 說服到你的立場 不過我覺得 其實兩句說話 其實是一事的兩面 其實這兩句說話 都提醒了我們 我們生存的意義 是和生死有關的 為了引起大家的興趣 再聽生死的問題 我想大家在聽下去之前 很衷心地去問自己 一個問題 我相信你如果是 問了一個問題 給了答案自己的話 你應該 是一個知道 自己對生和死的看法 你對生和死已經有一個答案 那問題就是 你怕不怕死呢 有想過這個問題嗎 我不知道是不是 一個怕死的人 很小時候就已經 有想過這個問題 想想死亡 究竟是甚麼意思 會去到哪裏等等 之類 而我一直成長之後 就會發覺 原來問生死的問題 是和我們 生活得快不快樂 是很有關係的 或者大家會 在聽下去之前 自己有一個這樣的想法 就是說 生和為死 想來做甚麼 因為甚麼 會不會你是怕死 或者不怕死也好 始終都要死 所以 給甚麼答案 都是一樣 沒有分別 結果是一樣 我們怕不怕死 都是要死的 但是我覺得 其實是 給到答案 是有不同的 就以我個人而言 我自己 在不同的人生階段 是兩個答案 我都選擇過的 簡單來說 在45歲之前的我 我是有一些怕死的 但是當我人生 經驗越來越豐富 我覺得分界線大了 45歲之後的我 是開始 是沒有那麼怕死 因為 我對自己的信仰 是越來越肯定 越來越認識的時候 死亡 就是怎樣 並不是一個 最初所想的 是一個終結 是一個句號 我由一個怕死的人 變成了一個不怕死的人 這一個改變其實很重要 因為我發覺 當我不怕死的時候 我不用生活在一個 什麼 經常會在死亡陰影底下 這種感覺 當一個人 經常都想著 無論多努力 做多少 最終都是怎樣 擦守塵環 什麼都不再關自己的事 只要傷一生的話 總是令到自己有些灰 有些是無奈 對嗎 導返回 當我的信仰告訴我 死亡並不是生命的終結 而是生命的改變 死亡是永生的踏腳石 是生命的開始 人生更豐盛的一頁開始的時候 透過死亡我們可以怎樣 回到天主的身邊 這種的改變 令到我是怎樣 對人生充滿著希望 甚至是什麼 死都變成一個什麼 更大的希望 更大的祝福 其實令到我有這樣的看法 是很感謝聖方濟國 因為 她 在我認識她的生平裏 她很親力地稱太陽為哥哥 月亮為妹妹 不過她還有一個很親密的妹妹 就是死亡 她很親密地稱死亡為妹妹 為甚麼呢 因為對方濟而言 她認為 她很想去面對面 見到天主 和天主一起生活 不過她覺得 她這份的願望 雖然她經常有神事 和耶穌跟她說話 但是她覺得 她更渴望 不是這些神事的發生 而是甚麼 她真的回到天主的身邊 她很清楚 邏輯來說 唯一能夠令她回到天主的身邊 就是怎樣 她首先要經歷死亡 所以對她來說 死亡並不是一件可怕的事 而是一份甚麼 可愛的事 我們沒有她 我們沒有她 這麼大的信德 這麼大的信德 或者大家會說 風濟這麼喜歡 看到天主 其實她有甚麼大的好處 她覺得見到天主 因為對她而言 見到天主就是怎樣 她是能夠活在一個 完全一個的真善美 和愛的境界裏面 所以 如果我們能夠 是 好像方濟一樣 不斷擦去 面對死亡的話 我們可以 對那一集六的復活 在一個全新的角度 全新的看法 最近我不斷聽到 有人說這件事 就是說甚麼 拉薩禄的確是被復活了 不過大家要記住 她最終都是死了 如果我們 只是聚焦於耶穌 將一個曾經死亡的人復活了 如果復活一次就滿意的話 其實我們是甚麼 不夠貪心 因為只復活一次的話 是沒有用的 始終都老病死 始終會再死一下 不過耶穌給我們 對死亡的一個 新的 跳躍 就是 死亡 是真的完全被克服 死亡 真的完全被戰勝 我們是甚麼 我們的復活 不是只活在世上 長久一些 我們的復活是甚麼 是可以活在天上 是永永遠的 活在一個 永遠幸福的境界 好 接著 我們要看詩二 為何講到死 提提復活的重要性 講到復活 又必須要提升天的重要性 因為 因為 阿習六 或者耶穌自己 如果他死而復活之後 只是留在世上的話 永遠不死也好 他只是一個 有著特異功能的人 或者一個不死的人 大家留意一下那個形容 是一個人 但我們說 耶穌 絕對不是一個人 他是甚麼 他是天主子 他是 神 因為甚麼 他不單止死而復活 他更加是升天 所以 聖天是 為我們帶來了一個 重要的意義 就是說 耶穌 他透過自己的死亡 復活 和升天 為這個救恩工程 畫上一個 原本的記號 為何要升天是原本呢 因為如果只留在世上的話 他只是一個不死的人 透過升天 我們會知道 他是回到天上 回到天主的身邊 是回到他甚麼 亦都肯定他是甚麼 來自天上的一個人 耶穌的升天 讓我們肯定 天堂是存在的 天國是存在的 讓我們肯定到 人生的最終的歸宿 不是這個世界 不是對這個世界而留意 而是甚麼 是這個天上的家鄉 亦都因為這份的 升天的確實性 我們的生活態度 會變成以下這句說話 大家是聽過很多次的 這句說話是甚麼 我們身在塵世 而應該是甚麼 心是天香 意思就是說 我們應該怎樣 將這個人生 視作一個過渡的旅程 我們真正的歸宿 是天家 所以在地上的時候 我們應該仍然是 思念天上的事 不應該思念地上的事 如果我們不思念地上的事的話 我們就不會那麼容易 過入這個 罪惡的羅網 同事來說 當然 要補充的就是 我們相信我們死後 會升天 是帶出一個 耶穌的保證和肯定 只要我們是服從祂 為天父的主義 而我們在主義生活的話 我們是甚麼 會將來上報在天上的 這份對永生的盼望 令到我們的生命 是變得不一樣 因為人生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變成了甚麼 有一個永恆的價值 大家不要以為 升天就是升天 是將來的事 我們如果可以升天堂的話 是因為今天我們在西上 怎樣活著 做過什麽下 有沒有按天主的戒命 去生活 有沒有愛主愛人 正因為我們是相信 這個升天的上報 是真實的 所以我們是甚麼 願意在一個世界 為了信仰 是甚麼 奉獻自己的一生 付出自己的一生 而歷代的教會 很多的前人 更加是灑頭顱 摘熱血 殺身成人 捨身取義 每一次看到一些殉道的故事 都令到自己很觸動 會提醒自己 要向這些勇敢的基督 勇敢的聖人去學習 不過大家聽我說這麽久 你又或者會覺得說 你說到人死了之後 會升天堂 這麽真實 天堂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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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得回答你 我現在還在講這個升天的問題 天堂是怎樣呢? 有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跟他很好關係 因為阿西西的聖方濟 他是一個很大的聖人 在世上已經行到奇蹟 死了之後 他的收會有很多人加入 不過很多加入的人 其實有很多人在心裏問一個問題 我們會組這麼威風 說他在天堂享受永福 我相信的 不過又怎樣? 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們很多時候又相信 但是又甚麼? 仍然有一些懷疑 於是他社會裏面的一個兄弟 就經常被疑惑 纏繞著自己 因為一個人不相信天堂是百分之八存在的話 做的事情都會怎樣? 因為他懷疑是怎樣? 也有所保留 他本來是一個可以做得很聖善 很有潛質的人 因為他這份懷疑 令到他的潛質未被發揮 終於 聖人是多些的恩賜 有一晚 他有一個神事 神事就是 他被接到天上 在天上 他看到很多方濟會的聖人 他看到很多方濟會的聖人 這個神文超佛之後 這個修士 這個方濟會的兄弟 是怎樣? 好像鐵胎換骨 整個人都 每天都充滿著很大的喜樂 很大的衝擊 去愛主愛人 因為 因為他上過天堂 見過天上的聖人 各位兄弟姊妹 我們沒有這位 光濟會的兄弟 這麼有福 有神事想到天堂 不過我們應該相信他的見證 我們更加應該要學習 耶穌所教導的 真正有福的人 是那看不見 而相信的人才是有福的 跟著 關於升天的意義 我也講完了 你可以進入下一個分析 就是 天堂是怎樣的呢? 其實這是氣慾 大家會說 你說叫我不要怕死 我會復活 我是天堂 不過 天堂是怎樣的? 我都不知道是怎樣的 那是怎樣的? 升天來 有什麼意義呢? 或者大家可能聽過 就說 升天堂是跟天主一起的 我小時候都問過自己 跟天主一起 很開心嗎? 天主是一個 生滿了白鬍鬍的老人 他很慈祥 比我爸爸還好 不過怎樣? 我不覺得這是什麼? 是最大的祝福 當然 小孩子 不明白 天主的愛 不明白 天父這個磁場的老人家的icon 這個標記的意義 所以就不知道天堂的福樂 不過 其實 當我們了解天堂是怎樣的 我們就應該好像小德蘭曾經有的感受 小德蘭是被帶上天堂的 去完天堂之後 她說了以下感嘆 是什麼感嘆的? 她說 只要我看見天堂一眼 我已經很心願意足 就算以後 我要永遠在身為地獄 我已經無憾了 她這番說話 是否說她是一個做得壞事的人 要落地 不是 她是很誇張地說 在說地獄多痛苦也好 只要怎樣 有機會見下天堂的話 多大的苦也值得去受 當然 她後來絕對是活了天堂的一個聖人 她不用落地獄 不過這個強烈的對比 是告訴我們 天堂是一個多麼令人開心 令人喜歡的地方 如果你問我 為何天堂是這麼令我喜歡的話 我就會用天主的本質 去講天堂 剛才一開始 我都會說 我們有些神奴基礎都會知道 天堂就是一個 與天主一起生活的地方 是嗎 所以 為何要與天主一起生活 是最幸福快樂的呢 因為天主是甚麼 是真、善、美、愛的極致 是完美的 真、善、美、愛 是真、善、美、愛的極致 也是耶穌的 是道路、真、善、美、愛的極致 是道路、真、善、美、愛的極致 天堂的天堂是在天堂里面親身感受 所以保錄用一個是甚麼 在他的書信裡是在寫過的 天堂是怎樣 我們眼所未見、以所未聞 人心所不能想像的地方 在他的神事裡是怎樣 天堂是一個玉石、燭成的世界 天堂的光芒是來自耶穌的 耶穌的光芒比太陽更加光芒 太陽完全比耶穌的光芒所掩蓋 或者我們回到這裡 記一記起耶穌顯聖的事件 大家記不記得 當耶穌在山上顯聖的時候 那些門徒有什麼反應 我們再借女真好 他們看到耶穌變成光芒的融脈 他的臉發光,衣服發光,結白 到沒有任何世間的白色可以相比 這些神仕的經驗 都令我們可以去幻想一下天堂有多漂亮多好 或者如果你想實在一點去用人的角度 去看天堂有多好的話 那要回到舊約裡面 舊約伊撒爾才知道怎麼說天堂的 他說天堂是一個什麼? 在沒有死亡、痛苦和哀傷的地方 在天堂裡面 人與人、人與人、人同大自然 都是怎樣? 進入一個完全和諧的境界 他將這種和諧描述到怎樣? 這個小孩可以在什麼? 這個獅子的動月 和獅子同行 也是可以獨食的動月換灑的 簡單來說 才是想透過他這些象徵的描述 告訴我們 大家知道人世間所有令到我們不開心、難過、受苦、不幸的 種種的東西都會完全消失 大家試想一下 如果世界上有一個這樣的角度的話 其實已經是天堂了 所以有一個名詞出現就是理想國 理想國在某個程度上相似 剛才才知道伊撒爾才所描述的那種的境況 不過也更清楚是怎樣? 這個蘇格拉底的徒弟是叫什麼? 阿里斯坦 是 伊撒爾是誰說的? 大家告訴大家 是蘇格拉底的徒弟 突然間忘記了 我想說 這一種完全和諧的世界 完全沒有痛苦的世界 這個境界其實是我們看望的天堂的境界 這個境界是會在哪裡找到呢? 就是耶穌所保證的救恩 那裡可以找到 只要我們得到救恩的話 只要我們得到救恩的話 我們就自然會可以有份於天堂 或者我在這裡說一點很有趣 是我自己比較喜歡的 天堂對我來說 我看一些靈修書 其中很普遍的地方就是 天堂就是一個充滿讚美天主的地方 當我聽到這一點 感受這一點的時候 說開心到飛氣 為何我這麼開心? 大家有試過讚美一個人嗎? 我希望你試過 沒有的話 希望你將來你會做到 因為其實以這個經驗來說 讚美一個人 就是你喜歡他 愛他愛到發狂 你崇拜他 一個這樣的人 如果跟你在一起的話 你有甚麼感覺? 甚麼都不用說 甚麼都不用做 已經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和天堂在一起 和天堂在一起 就是甚麼? 有一件這麼開心的事 甚至甚麼都不用說 甚麼都不用做 是帕拉圖 是帕拉圖 這個烏托邦是帕拉圖所說的 補充翻 所以我希望 我們是 學會 去感受天堂的福樂 這個福樂就是怎樣? 是去全心全意 愛慕天主 讚美天主 享受和天主在一起的 每一刻的時間 如果這就是天堂的其中一個定義的話 我想告訴大家 其實今天 你和我 已經有可能會在天堂裡面 為甚麼? 為甚麼? 或者用小德蘭的這番說話來講 小德蘭講過 她是怎樣? 我希望 用我每一日的心跳 每一個呼吸 來讚美天主 這個就是她的甚麼? 人生最大的願望 最大的喜樂 她可不可以做到? 她做得到 她的確是甚麼? 是癡癡地下 完全地下 愛上天主 你知這份愛裡面是怎樣? 是享受和天主這份共融的喜樂 好了 最後 我們提到這個共融這個字 這個共融也是甚麼? 人生的 所謂天堂的最大的喜樂 的一個幅度 因為在天堂裡面 有一個神事者 去形容她天堂的經驗 她是發覺自己和每一個人都共融 是甚麼意思? 她的描述很清楚 她說 因為在天堂裡面 我認識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認識我 是甚麼意思? 她說 她在天堂裡面 她可以在驚黑之間 可能幾個百分之幾的微妙下 就已經將對方一生是閱讀過一次 而對方也可以在同樣這麼短時間 認識她一生所做的美好的事 天堂就是一個充滿著甚麼? 美麗故事的地方 是不是很漂亮呢? 是不是很可愛呢? 所以我們也想去渴求 願望二汶天堂的喜樂 好 我們講完天堂了 講到天堂這麼好 我們又回到一會兒 講一下現實好不好? 我五分鐘左右會講完 現實就是說 其實人生是很無奈的 在我們現在生活的世界 我們現實的生活下 我們雖然很想活在天堂裡面 不覺 但是我們又怎樣? 又是很實在地生活 而當我們很實在地生活的時候 記不記得睡到哪裡? 一章二節這番說話 虛而又虛 萬事皆虛 在太陽下 辛勞勤作 為人究竟有何益處 不同意嗎? 人生幾努力都好 都是要甚麼? 辛勞一世吧? 相繼一生 亦都是怎樣? 是不能夠再用任何東西 還更加是 是不是算是糟糕呢? 現實就是說 在我們掙扎求存的日子裡 生活的日子裡 我們的生活是充滿著壓力 危機和挑戰 想過著平安幸福的日子 其實一點都不容易 或者就算是想在壓力裡 去舒緩一下的話 都不是那麼容易 例如 在新冠肺炎疫情 事約這幾年 這兩三年裡 我們會發覺 幸福 歡樂 好像離我們越來越遠 抗疫疲勞 變成我們最親密的朋友 這樣的人生 其實怎麼可以算是有希望呢? 或者會有歡樂呢? 這樣的人生 是否會令我們有很多的感嘆呢? 不過 我想提一提大家 就是說 這個好像虛幻的人生 充滿著困苦的人生 其實 是什麼? 什麼? 一場的考驗 所以 只要能夠是什麼? 相信這個考驗 我們成功是跨越的話 我們就自然會覺得 怎樣? 人生這個困局 是不會令到我們無奈的 因為我們可以透過我們的信仰 藉著基督帶給我們的救恩 我們可以在我們的困難裡邊 在我們的生活挑戰裡邊 仍然可以 活得自由 平安 和喜樂 我希望大家 將自己和 初期教會三百年下 頭三百年的教友相比 他們每一天都要擔驚受怕 被人抓 被人鎖 被棲離止散 家破人亡 因為什麼? 他們要什麼? 要承認自己的信仰 他們要去 甚至去殉道 但對於這班人來說 聖經對他們的描述 並沒有說 活在這個黑色恐怖 或者是無奈之中 而保獨中堂不斷形容 當時教會教友的生活狀態 就是剛才那三個重要的字 就是什麼? 自由 平安 喜樂 他們的自由就是 連監禁都鎖住不到的自由 連痛苦都不會嚇怕的自由 他們的平安就是 在困苦裡 在危機裡 仍然是什麼? 充滿著什麼? 天主賜給他們的安慰 也因為這份的自由和平安 他們在無論順境亦境下 都是充滿著喜樂的 這一份人生的無奈 倒轉就是帶給了我們 信仰最大的一個跨越 我們原來是可以 在這個死亡 本來是一個 靈的遊戲 人生 從靈開始到終結 都是靈的 什麼都沒有 在這一種 好像很悲觀的 現實底下 變成一個 絕不悲觀的 可能 因為 我們相信 死亡之後 是會有復活 是會有升天 主要大家 人生其實是再不無奈的 我的結論就是 去到總結的時候 我其實是寫了一個 一個的討文 我讀給大家知道 遲些大家可以在我的facebook上 是 再看回這個討文 再depth清楚 這個討文是這樣說的 主 求你每天都提醒我們 天堂的福樂 乃人生重中之重的大事 陳世的福樂 只是個眼雲燕 主 求你派遣這個聖神 光照我們 使我們不要輕重倒置 重視生活 而輕看榮生 求你引導我們 我們每一天 都因為愛你 而活在你所賜予的真理 與平安之中 對 主要大家 今天的分享是講完的了